大学毕业后 我顺利进入某游戏公司任职HR 公司福利待遇挺好 加班虽多 但一群人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总觉得开心 做的游戏虽不是top级别的 流水却还算是不错 只可惜聚散中有时 这款游戏坚持了快两年 现如今也是开始走向终点 公司决定研发新游戏 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 时代变换 疫情肆虐 极端天气层出不穷 现在的年轻人也对末日科幻更加有兴趣 于是游戏定为末世丧尸生存类 策划团队开始大批量的收集相关资料 而我也因此和我家男友云 共享许多丧尸片和丧尸小说 只是越看越觉得 丧尸是不可能出现在人身上的 人体的免疫系统 怎么可能十几秒就传染呢 可当亲身经历后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 年初我和相恋多年的男友领证 她叫林毅 是一名特战军人 一年到头我们都见不到几次面 全靠电话视频联系 好多次都因太辛苦想放弃 到底是舍不得 和一万零一次之语 末日来临前一周圣诞刚结束 公司开始游戏一侧 下午三点多 我正在游戏里打爆丧尸的狗头 却接到林毅给我打来的一通电话 今日是怎么了 这么多年 除了节假日 她还是第一次这个点给我来电话 摇摇控制情绪 不要声张 电话那头传来林毅郑重严肃的声音 你听我说 现在立刻请假回你老家 一定是回你老家 国外出事了 也许这世上真的有丧尸 我们连已接到任务通知 需前往二国进行探查 作为保家卫国的军人 这是我的使命 如果我没能回来 请你照顾好家人 还有未出事的孩子 我爱你 我还来不及多问 电话便已挂断 回播过去 只剩下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林毅从不曾骗过我 这消息定然是真的 我必须马上回家 她保护国家 那我就替她护着这家 在内部OA上提交了病假申请 由于我现在是个孕妇 HRD也较为关照 假期很顺利的批了三天下来 C是是西南第一城市 人口众多 若是末日来了 现在住家的这个小区 它是很快就会沦陷 只能回农村老家 农村老家离C是200多公里 开车回去需要三小时多点 公司离我家开车 20分钟就能到 现在回去收拾好 我和妈妈的行李出发 今晚也能到了 既然林毅是刚出发去二国查探 国内应该还没有出现感染者 我还有时间可以安排好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我也要坚持下去 下到公司停车场 我开始美团买菜 买了一些蔬果大米 少量囤一些 放在后备箱带回老家 又在超市外卖上 买了一箱矿泉水 六套四件套 其余的只能回老家 现成再买了 给妈妈打电话 不出所料 果然是在麻将桌上 开私人大会 我只得撒谎说肚子疼 现在在回家路上 需要她陪我去医院 然后跟我婆婆打电话 跟她说想念她的手艺了 今晚想回家里吃饭 将她框片留在家里 刚到家 我妈一看到 我就开始问我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看着她心急如焚的样子 我只好老实交代 我正想着该怎么解释 她却先开口道摇摇 此时万不可声张 林毅要去执行任务 那就说明 这件事还没有最终定论 说出去也没人相信 到时候还会惹来别的货端 你没经历过一些风浪 小时候闹饥谎 我是亲眼见过 为了一口粮食人性 可以滴到何处 我们先收拾好行李 等下去你婆婆家 接上他们一家 听林毅的话 回老家闭着 还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每团买菜就到了 我妈把食物放置在一起 然后又把冰箱腾空 收拾好行李后 关掉店闸 来回两趟下的停车场 碰到邻居好奇 只说是我月份大了 要去婆婆家住几天 帮我收拾的行李 路上妈妈开车 让我再想想 需要买哪些东西 这一大家子人 也算是历练 到了婆婆家 是公公开的门 婆婆正在备菜 看着厨房桌上的菜 都是我爱吃的 眼眶没忍住红了起来 能遇见这么疼爱我的婆婆 这是我的福气 公公和婆婆都在屋里 只剩下弟弟妹妹 还在学校上学 线下已经是五点多了 等六点放学 就能回家 我家李懿跟我说的那些话 又说了一遍给他们听 一开始 他们难以相信 我只能在抖音上 找了一些生化危机的片段 给他们看 又解释了几遍 看他们一脸猛的样子 我真是不知该怎么样解释 我妈率先打破瓶颈 亲家姐姐 李懿这孩子 是什么样的性格 你们比我还清楚 就说他们小夫妻恋爱 到现在四五年了 她也从没有跟瑶瑶 说过一次出任务的事情 这件事肯定比想象中严重 或许不会呢 只是执行任务 政府也没有任何通知 况且 何家乐和凌晨都要上学 如果回老家 他们的学业怎么办 见我婆婆如此说 我妈更急了 现在是生死关头 如果真的出现末世 成绩算什么 命重要还是上学重要 李懿现在联系不上 瑶瑶怀着身孕 都要来带你们走 为了孩子 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啊 听完我妈说的话 婆婆和公公就开始去收拾行李 也顺带把弟弟妹妹的行李 给收拾好了 还好婆婆一家是明示礼的 希望一切都能来得及 趁这时间 我和妈妈接手了厨房 六点多弟弟妹妹回家吃完饭就走 正好天黑离开 也不惹人注意 公公一个人开一辆 我和我妈开一辆 后座上放在弟弟妹妹的行李箱 和一些书籍 在路上的时候 我开始列物品清单 期间试图联系李懿 但还是联系不上 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除了祈祷他平安 也没有别的办法 市区里还有些堵车 上了高速 倒是畅通无阻 仅有些零零散散的车 快十二点的时候 房子重新装了一层 一楼有三间客房 一个大客厅 仓库 厨房 卫浴房 书房各一间 二楼有五间房子 一间卫浴房 三楼一半是仓库 另一个是个露天的小花园 六岁那年父母离异 母亲净身出户 只是为了让我爸同意 法官将我判给他 因要独自抚养我 只能留我在农村老家 由外婆照顾着我长大 外婆急疼我 慢慢的日子也就过得好了起来 初中开始 外婆身体愈发不好 中考成绩出来 而这套房子 外婆立了一族留给我 我妈本来想将接我去城里 但我不想离开着 在那段昏暗无光的日子里 是外婆照亮我的世界 后来上班了 回来的就少了 也就每年过年 我们才会回来住几天 大概是冥冥中外婆保佑 这栋房子居然成了末世中 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屋 而我也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我竟然会经历末世 目睹这人间惨剧 简单收拾后 安排公公婆婆住一间 弟弟妹妹的一间 我住主卧 妈妈住一间 都住在二楼 大家各自住下休息 我妈担心我 跟我住了同一间 安顿好大家后 我终于绷不住了 抱着我妈一直哭 而她却一直安抚我的情绪 后来哭得没力气 就在她怀里睡了过去 真是只女莫如母 早上八点 婆婆叫我起床吃饭 一大家人都在担心我 我笑着跟他们聊了聊天 这个时候 我要是不坚强 怎么行呢 早些年 我妈这被人外出打工 留下孩子和老人 后来有了钱 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子 如今老家这里 已经没两户人家居住了 小时候还能看见田里的庄稼 现如今村里人烟稀少 田地几乎都空置着 放眼望去 只觉得些许荒凉 我家住在靠近村尾的竹林里 前后十米也没有人家 左边靠山 右边临江 隔壁村就在江对面 这是一条大江 村里没人愿意出钱修桥 早年间还有一条渡船 后来村里渐渐没了人 这渡船也就没了 难怪林毅非要我回老家 这么偏僻荒芜的地方 就算真有丧失 我们的生存几率 也比在城市里大挺多 想起林毅 又不免担心她 她还好吗 吃完早餐 我把昨天在车上列好的清单 拿出来 大家一起查路补缺 确定好物品后 有我和妈妈 还有公共开车去县城 按照清单多家超市进行采购 如果有人问起 就统一说辞 准备开个小超市 我家里县城有20多公里 路上我妈跟我商量 去姨妈家借表哥的面包车 姨妈家正好在县城 开了一家修车档口 卖电瓶和新能源的老年代步车 面包车装物资也多些 正好还可以 在我表哥家买些电瓶 这件事还是要跟他们说说的 都是亲姐妹 况且在我小时候 姨妈和表哥 经常带着东西 来看外婆和我 要不 我们跟姨妈他们一家说说 一起住吧 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 我看向我妈说道 姚姚 你是认真的 你婆婆一家还在 这么多人万一发生头脚怎么办 你表哥家还有自己的小孩 如果他们不相信怎么办 妈 我是认真的 我们需要帮手 这一屋子都是妇女老弱 末日最恐怖的是人心 我们存着大量物资 却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 这个村里的人只是外迁了 不是死了 如果末日爆发 他们回来避难了 看到我家有物资 而他们还要为了食物 冒险奔走的时候会怎么样 皮肤无罪怀必其罪 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是砧板上的鱼肉 表哥正值壮年 以前也是当过兵退役回来的 有他们在 我们活下去的几率更大些 抱团取暖才能撑下去 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做 婆婆他们一定能理解我的 好 妈妈支持你 我们一家人一定能好好活下去 虽然妈妈开着车 但我还是从侧面 看到了她眼角的泪 未知才是最令人恐怖的 我们都知道末日一定会来 但是什么时候却不知道 现在出去买物资 也不过是相对安全 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抵达县城后 公共去超市买一些蔬菜水果 这类不用多 毕竟存放时间不久 我和妈妈则是去了表哥店里面 又是一番促习谈心 终于说服了表哥一家 末日生存小队 算是组建成功 因老家是外婆留下来的房子 姨父姨妈也清楚布局 看了物资清单后 决议要把三楼装上不锈钢的护栏 要不然如果有人攀爬上了三楼 就有可能去二楼杀人越货 真是庆幸把表哥一家拉了进来 不然我们也想不到这些 姨父原本就是尼瓦将出身 以前一直都在装修队工作 也就直接联系了装修队的人 去老家装修 现在物资还没囤进家门 只说是现在孩子太小 怕三楼不安全 装上防护栏 都是为人父母的 大家也都理解 如果堆积了大量物资 反倒是不好解释 表哥和妈妈各开一辆 去了粮油批发市场 姨妈去家具店买床和储物柜 而我负责去电器城和书店 大家各自采购 采购物资太多 商业后决定分批多次 换着人去买 这样也不至于引人注目 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是得小心为上 我给婆婆和公公打了电话 讲明情况 原以为他们会不高兴 结果他们却夸我 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姨妈买了三张新的床 和两个立地靠墙的置物柜 我在电器城买了六台iPad 两台11 Pro 2TB版 四台11 Pro 1TB版 让老板帮我下载好 电子书籍和一些网课视频 然后报名了两家 线上教育平台 用客人账号登录 把初中和高中的网课 下载成MP4的格式 尽量让弟弟妹妹 能够在家上课 右上 看着银行卡里扣掉的钱就肉疼 这可是我半年的工资 银行卡还剩下了40多万 这是我和林毅 这么多年一起存的钱 也不知道够不够买那么多东西 然后买了350W功率的太阳能板12个 150W功率200万毫安的移动电源 老板打个95折 又抹去了零头 收了4万5 原本老板好奇 我买这么多干嘛 我只说是 家里在农村 惊吓干旱 家里总是断电 思来想去 还是想着买点太阳能电板 听我这么一说 老板又推荐我买了几个逆电器 有些电器直接用太阳能板 是没办法拉动的 真是热情的老板 还带科普的 就是小两万又没了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雪上加霜 买完跟老板商案好 让他等我再去买点东西 再跟我一起回去 帮我装电池 照着清单 来到小家店区域 购置电饭锅 挑了三个13升的电饭锅 1500W的火锅 电子炉6个 可以同时炒菜 如果有损坏 也不至于没得用 不买200W的是怕万一停电 我的移动电源功率不够 然后又添置了 落地款精英电风扇10个 客厅用的落地精英空调扇2个 一级节能双开门 大冰箱一个 星星速冻大冰柜三个 5L的空气炸锅两个 原本想买个大烤箱 但太阳能的移动电源功率跟不上 买回去也是闲置 只能空气炸锅凑合一下 给了工作人员 我们村口的地址 商量好晚上7点左右送货上门 错开时间 让太阳能的老板去装电池 在家族群里 通知大家电汽成物品 以完成采购 本来想着早些出发 中午给老板备好午饭 好在多嘴问了老板 有没有吃过午餐 老板说家里人送饭路上了 不然浪费一些粮食了 在群里爱特婆婆帮我留午饭 晚点等老板吃完饭后 坐着老板的车一起回家 等老板吃饭的时候 居然在椅子睡了过去 还是老板把我叫醒的 哎果然是月份大了 这么一会功夫就觉得好累 从县城回家 城区还是车水马龙 说了城区路上的车辆 就开始减少了 多数是些装着沙石的大货车 到镇上的时候 也就少说人家开着店门 前两年过年的时候 还有一些餐厅超市之类的开着门 现在也都看不见了 城市发展越来越好 大家都想留在城里 寻求更好的发展 农村只能愈发人机稀少 虽知这是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 但也不免唏嘘 只是我童年记忆里的这个小镇 以后只能活在我的记忆里了 想起小时候赶集 镇上好不热闹 各种餐馆 蛋糕零食店 当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每次从村里去镇上赶集 都想让外婆给我买点蜂蜜蛋糕 或者辣条之类的零食 每每外婆拒绝 我就开始撒娇卖萌 各种保证 以后会乖乖听话 好好学习云云 只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外婆也总是耐不住我 十有八九是要满足我 有时是买两块钱 四个的蜂蜜蛋糕带回家 有时是一块钱三包的辣条 有时会花上好几块钱 买一大包大刀肉带回家 让我每天吃一块 想起这些依然觉得温暖幸福 外婆 我真想你 你也一样很想我们吧 不知道如今的我是否长成了 你期盼的样子 你在天上能看见我吗 我好怕我保护不好家人 就像当初你离开的时候那样 无能为力 如果我没能保护好大家 你也会像小时候我犯错的时那样 摸摸我的头 好好的跟我讲道理 不会怪我对吧 到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 把货卸载在一楼客厅后 便带老板去往天台 装修队七八个人 正在天台装护栏 果然人多力量大 这么一会功夫 就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 有两个叔叔和义父关系好些 以前义父家有大喜事的时候 都会来做客 少不了跟叔叔们寒暄了两句 把防护栏的图纸给老板看了看 让他选个适合的地方装太阳能板 老板看了图纸笑话我 这是装防护栏吗 看着倒像是装笼子 我还是第一次 见在天台装个笼子的我心下一景 但面上还是笑意硬的开口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一来家里小孩多 又都是些调皮捣蛋的熊孩子 你看这上面这个水塔 我们还没建梯子 他们就敢拿着木梯爬上去 我这马上也快升了 到时候更是危险 装成这样也是怕了他们 二来这个太阳能板这么贵 万一有些小贼看上了 给我拿走了 损失就大了 一番解释 将老板糊弄过去 往楼下大喊了几声姨父 让他上来看看 电板是怎么装的 留下他们一起在天台干活 天台在搞装修 沙尘也大 我的肚子唱起了空城记 又饿又累 且书也有专攻 还是交给姨父去监工好了 饭桌上是婆婆给我留好的饭菜 还是热的 想来是我到家的时候 婆婆特意又去给我热了一遍 吃饭的时候 又在群里看大家采购物资 今天的任务大致都已完成 只是装修队的人都在 人多嘴砸的 还是得等他们走了再搬回来 看着吃饭的圆桌 十几个人吃饭有点太急 在群里发表采购意见后 被全员驳回 大家都说站着吃也可以 端着碗去旁边吃也可以 家里地方就那么大 要用来买装物资 我在网上买了些七厘米厚 200平方米隔音棉和三把太极剑 选了顺风刺日达 明天就能送到 我一个人买太多不好 你也下单点 附上了图片后 表哥在群里爱特我 当过兵就是不一样 这接收能力和执行力 简直杠杠低 速度在淘宝上选择C式发货 买了表哥同款隔音棉 230平方米三把剑 丧尸片里的丧尸视觉不行 但是听觉和嗅觉都是异常灵敏 门窗紧闭之后 味道不容易转出去 但是声音还是容易转出去的 看样子 我哥还抽空恶补了一下丧尸知识 快三点的时候 装太阳能板的老板 终于装好了电板和逆电器 叫我上楼 和我还有一副讲解的一些基础知识 怎么辨认正负极 非损坏情况下出现断联 该怎么安装 又细心叮嘱了 不能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 1500W以上的最多三个 不然拉不动了 把这些都用视频录下来 发进来家族群里 万一不记得了 大家还可以照着视频来修 12块电板 最后还是安装在了顶上的水塔边上 原本设想装天台 老板说会被防护栏影响到发电 一天就算日照7小时 受影响后也只能发10来度电 装在顶楼阳光好的时候 一天日照7小时 可以发20来度 维持家里的基本用电 还是没问题的 又听了老板的建议 放了两块200W毫安的移动电源 接上电板 把电存储起来 避免造成浪费 算了算普通落地扇 一小时耗电0.1度 大冰柜每天自然都是要开着的 一天至少2度 算下来每天的用电 至少是在8至10度 日常生活用电 一家人最少要5度 12个电板 勉强也是够用了 想再装几块 也没地可以装了 送走老板后不久 姨妈就带着送家具的人来了 把床安装好 又把储物柜 装在客厅的左右两边 床的质量不错 又跟老板加定了两张 一米二大上床下柜的床 一架一米左右的婴儿床 让他现在就送过来 换成上床下柜房间就大了许多 可以多放一些物资 忙了一阵子 身子太累了 回到房间休息倒床就睡 睡了好一会 被长辈叫起来吃晚饭 一看手机都8点多了 天台的防护栏也装好了 托扣给装修队的叔叔们 一人发了一包烟 封了一个大红包 大家开开心心的都回着家 给灵异打了个电话 依然是关机状态 以前灵异执行完任务 深夜都会给我发信息报平安 已经过去两天了 还没有与我联系 我想奥尔国的形势应该很严峻 目前国内依然没有相关信息 应该还没有蔓延过来 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安排 吃完饭 大家一起盘点了今天采购的物资 我妈和表哥采购的米800斤 焰粉200斤 20L食用油100桶 15L的花生油30桶 10L芝麻香油2桶 公共采购的50瓶沐浴露 100瓶大瓶洗发水 护发素30瓶 牙膏50支 洗衣粉5斤装的5包 洗衣液2000克三大桶700ml 替换装24代2箱 柑橘桃李这类的水果几斤 新鲜蔬菜和土豆洋葱西红柿个5斤 还有几根老南瓜和两个大冬瓜 表哥用面包车跑了三趟 才把东西都运回来 仓库都被米粮堆满 蔬果类的只能放置在冰箱和厨房 明天上午 叔叔和爸爸去粮油市场 一人买300斤米 20L的食用油 一人买20桶 下午小姨再去买同等量的 分批买不容易起疑 上午我去超市买一些大水桶水盆 和碗筷盘子 再买几袋无烟炭和炭火炉回来 冬天这么冷 万一停电下雪 这太阳能也是没有用的 这些炭火也可以取暖 下午去农贸市场买树果种子和化肥 树果类的存放周期太短了 还是得自己在家种些 楼上天台可以种 后面的山肯定是不能去种的 明天我去田里挖点土回来 天台装了防护栏 也不怕有小偷用来种菜再好不过 再买些白色的泡沫箱 也可以种点菜之类的 爸爸和叔叔下午也一起去买水泥和门窗 门要最好的防盗门 玻璃要防弹玻璃 把家里的窗户和门全换了 记得多找几家买 我们自己装 如果遇见熟人 就说帮亲戚搞装修 明天上午 妈妈陪瑶瑶去医院做第五次产检 做完产检 去买一些母婴用品 奶粉纸尿裤都不能少 正好你是孕妇换多几家药房 买维生素感冒药和肠胃用药 阿木西林和头包少料买些 云南白药买三瓶 酒精 葡萄糖 纱布 绷带 穿口贴 医用棉签多备些 小婴儿的日常用药也买些 至于小姨明天上午 去食品批发市场 买一些干货和速冻丸子之类的物品 各种配料和调味料 也要算着人头买一些 再去家坊城买一些棉被和四件套 下午就和瑶瑶还有妈妈 一起去书城 给孩子们买教材教服 大家看看 还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的话 明天就先这么安排了 表哥给每个人 安排好了明天的工作 除了孩子们 就剩下嫂子和婆婆空闲着 那我呢 婆婆和嫂子一口同声道 阿姨要在家照顾孩子 我们出去了这家 就全靠你看顾 老婆你得把店守着 直接关店太引人注目 反正平时我和爸爸也经常外出修车 店里没有我们也没事 好的两人都点了点头 细心的表哥又把刚刚安排的事项 做成清单发到群里 便让大家各自去洗漱休息 十一点的时候 翻来覆去的还是没睡着 给灵依打电话还是关机 只能发微信跟他说 我们一切都好 家里人都在一起 也囤了不少粮 现在家里的主食都够吃小半年了 后来也不知是几点睡着的 早上被阳光叫醒 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 让人心情也好了不少 吃过早饭 大家按照昨晚商量好的事项去行动 表哥又细心叮嘱了一番 就各自开忙 我和姨妈去人民医院做孕检 B超显示孩子一切都好 发育正常 泄检和尿检要下午才出 结果绑定了公众号没问题的话 下午也不用再去医院 这孩子真是心疼我 整个孕期都不怎么折腾 每次产检结果也都好好的 做完产检去买了些母婴用品 又换了五六家药房买药 疫情期间买感冒药 都要登记身份信息 好在县里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就最初的时候有过两个病例 登记的信息也没过多查问 算是一切顺利 看了看群消息 在群里问了一下大家的情况 都没什么大问题 偶尔遇到一两个人 好奇的就找借口敷衍过去 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中 婆婆也在家备好午饭 等我们回去吃饭 除了姨妈 表哥一家中午 还是在店里吃 免得外人起义 原以为今天都会顺心顺意 但午饭后 我接到了林毅的电话 这是一个陌生号码 打过来的时候 我正准备午休 姚姚 已经确定丧失感染了 情况比想象中更严重 二国闭市已经开始出现 大量的感染者 当地政府为了掩盖消息 对外宣称 新冠变异毒株 闭市风控静态管理 有些感染者或许在封城前 已经前往首都地市 政府已经紧急熔断 从二国的航班 林毅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最后才能回来 家里一切都好 林毅的声音打断了我 我都好 时间紧张 你听我说 丧失病毒还没有像电视里一样 几十秒就感染 但是十几分钟后就会被同化 如遇到直接抱头才行 心脏没用 二国的C市 离我国H市最近 现在C市还没有出现感染者 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时间不多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家里人 那你呢 你 我还没问完 林毅就已经挂了电话 情绪突然就崩了 眼泪夺眶而出 林毅 你这个混蛋 你居然挂我电话 我那么担心你 那么害怕 你就不能多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吗 你只知道担心我 告诉我这些情报 让我活下去 难道你就不知道 我更希望你好好的吗 难道你不懂我最在意的是你的安危吗 大笨蛋 等你回来 我一定要让你跪一整夜的流连 稍微整理了一下情绪 我在群里艾特了大家 把刚得到的消息做了通知 姨父道 那我下午去买门窗的时候 再买点水泥和砖头回来 把家里围起来 表哥艾特一副买一些防窥玻璃膜 再买些碎玻璃片 插在围墙顶上做防护 又艾特我 抓紧时间出门买物资 晚上早点回家商议 看完消息 我和妈妈就起身出门 下午各自忙着 看着群里大家的细胞 烦闷也少了些 防弹玻璃现货不够 只买到预期的三分之一 从C市调货了 要明天下午才能去哪 防盗门和围墙需要的大铁门 已经送货到家 天擦黑的时候 一家人都整整齐齐的出现在饭桌上 这样的平静的日子 也不知还能过几天 明天老婆还是照常去开店接送孩子 何佳乐在家里守家 帮我们烧烧水 做点后勤 男人都在家一起修墙 围墙就建在大门一米左右的地方 建太宽也没时间 其余人明天去菜市场买肉蛋勤类 主食类就不用买了 阿姨你这几天都没出去过 可以去药房买点蛋白粉和成人奶粉 大家一一硬了下来 饭后婆婆和何佳乐去洗碗收拾 我和姨妈还有妈妈 负责拆快递安装隔音棉 表哥则带着家里的男人们拿着锄头 去把家周围的障碍都去掉 方便建煤墙 十点多的时候 他们收完外面回来 我们才装了两个房间的隔音棉 正好排队洗漱 大家齐心协力 把客厅的隔音棉先给装好 夜色如墨 冬日里连产鸣鸟叫也听不见一声 静得令人害怕 我翻墙上外网 看而国毕市的消息 只看见少数人在讨论封城的事情 消息时间还停留在今天上午十点 十点后 这座城里的人再也没有一个在网上发布信息 退回内网后 才想起我的假期今天到期 又在OA上提交了请假信息 和年假休假的审批信息 这一夜睡得极不安稳 噩梦连连 一会是林毅他们小队有了伤亡 一会是感染者从H市的渡船上 按H市沦陷 一会是大量丧尸从家门口路过 我们一家人一整天也没敢开火煮饭 终于是朝过去 却有几只丧尸吊队 在我家外面的竹林打转 早上醒来的时候 额头上居然有一层秘密的细汗 这大冬天的 吃完早餐 大家也各自出门忙去了 今天物资采购极为顺利 现在家门口堆了一大堆水泥 砖头 客厅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冰箱到家后 静置了一天才通电 昨天做了清理趣味 今天正式启用 几乎都被塞满了 只剩下一个冰柜 还有六七十升的位置 在弟弟妹妹和两个小侄子的强烈要求下 答应明天去超市 给他们买些半成品的鸡块薯条之类的 两个小侄子手舞足蹈 可把他们开心坏了 现在他们还不知道 书房已经堆了好几大箱的教材资料 要是知道应该会哭晕吧 想到这个场面 我不禁笑出猪叫 引得他们疑惑的看着我没事没事 我只是替你们开心 你们这么高兴 我就更开心了 于比他们又继续开心起来了 果然是小孩子 真好哄 家里的门窗 今天都已经装好了 围墙建了个二三十厘米 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着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表哥出去了好一阵 自从没有灵异的消息 我每晚都辗转反侧 以至于十一点多 表哥回来的时候 我都还没睡着 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也不好多问 但现在情况特殊 还是没忍住发了个信息叮嘱 让他尽量少出门 清晨醒来才知道 昨晚表哥出去 也是为了这个假 在大家都没想到的情况下 表哥托朋友 买了四根电机棒 还有两个高备望远镜 四架无人机 今天下午 还会有人送一百桶桶装水 五公斤 二十四罐十罐五十斤重的液化器来 我不免有些不好意思 居然误会了他 大大方方的跟他道歉 表哥安慰我 替我解释时担心他的安危 有这样的家人真好 吃早饭的时候 大家大概盘算了现有的物资 公共提议把屋后的猪圈 用来养小鸡 但小鸡的声音怕引来丧失 还是决定把二楼的一间房间 用来养小鸡 有隔音棉和防弹玻璃声音 也不怎么传得出去 买十只卢花鸡母鸡 再买五十个可以扶小鸡的蛋 公鸡声音太大 还是不买为好 列好清单后物品也不多了 由三位娘子军开三辆车出去买东西也够了 男人们都在家弃围墙 漠视来临的前一天 经过这几天的采购 家里物资已经堆积成山 昨天表哥他们辛苦了一天 围墙弃了一半 今天再弃一天就可以完工了 妈妈他们在天台种菜 本来说让我和妹妹盘点物资 但需要斑斑抗抗的 只能等表哥他们收工再进行了 闲下来没事 我又开始翻墙在网络上搜索 经H国出现不明病毒 二国疑似出现大量狂犬病人 二国筹拍本土版形式走路路透现场 搜了好一会 也只搜到这些信息 二国闭市的论坛上的最新消息 还是停留在前两天 回到国内的网络平台 居然看到WW是出现新型狂犬病感染者的相关热搜 评论里网友大致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 这不可能是狂犬病 狂犬病人一般是不会咬人的 看这图片和视频 倒像是哪部丧失电影 肯定是炒作 估计类似的电影要上映的 WW官会炒作的 另一派认为 这是真实的 可能真的出现了未知的病毒 就像新冠谁也没想到 他能对人类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还是赶紧囤粮要紧 还有小部分的网友 真的是来搞笑的阿弥陀佛如来保佑 病毒退 退 也许是丧失病毒也说不定 还是囤粮保命要紧 又去公司群里爱特所有人 我家小区出现了新冠感染者 已经被大白拉走了好多人 小区也封控了 听说这次疫情 社会面传播风险很大 可能会封城 大家都囤点食物在家 尽量不要出去 发完打开 免打扰退出了微信 能做的也只是这样了 我还是没忍住评论了一句 也许是丧失病毒也说不定 还是囤粮保命要紧 又去公司群里爱特所有人 我家小区出现了新冠感染者 已经被大白拉走了好多人 小区也封控了 听说这次疫情 社会面传播风险很大 可能会封城 大家都囤点食物在家 尽量不要出去 发完打开 免打扰退出了微信 我能做的也只是这样了 我想过这一天会来得很快 但我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快 三天的时间 已经蔓延到了WW 传到我们这还会远吗 一天过去 围墙终于气好 表哥他们把物资分类 整合空间堆好 我和妈妈他们 一人负责一个区域的盘点 原以为人多很快就会搞完 结果十点半才全部收拾清楚 几个孩子看到这一屋子的书籍资料 差点没把白眼翻到天上去 一个个唉声叹气的 像被双打过的茄子似的 看着他们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 又有点好笑 还有点小心疼 果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们家就没出过什么读书种子 我还没告诉他们 还有两个2PB内存的iPad下满了网课 算了算了 看他们这次样子 我还是先不刺激了 收两个自己幸灾乐祸的表情 又安慰了两句 看着他们的脸色变化 还是没忍住笑很大声的出去了 聪明的我跑得快 再不跑 他们的眼神都能把我给凌迟了 全部收拾完才发现 除了预留的一块地板的宽度 作为通道的地方 家里已经没有活动区域了 原本想把煤气罐放在家里 但家里堆不下了 只能在围墙里按照大小分开放着 剩下的空地 堆了许多纸箱之类的 准备明天拿去废品站卖掉 蚊子腿也是肉 别问我为什么这么节俭 我绝不会告诉你 我的鱼鱼已经从6位数 变成了堪堪五位数 这天杀的病毒 真是恨得后槽牙都快给我咬翻了 累了一天沾床就睡 半夜被直升机的气流声吵醒 从窗外看出去 只能见到细小闪烁着的灯光 渐行渐远 真奇怪 这个时候还能有直升机从这里经过 多想无用 还是睡觉算了 早上吃完早餐不久后 手机里的群聊就开始出现 C市疫情的消息 C市政府派出公安辅助紧急隔离 并第一时间发布政府通告 要求群众居家隔离 时间快到令人咋舌 大家还在群里纷纷道 这疫情什么时候是个头 有些人则在表扬政府防疫 其实速度越来越快 可只有我们一家知道 C市已经出现感染者 不 政府也知道 要不然也不会出警 通告也不会那么及时 更巧的是 事发地就在我家附近的小区 人们永远不会知道 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 过往我想都没想过 短短一天时间 C市竟也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和林毅的家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可是林毅 你还活着吗 那天打电话后 又回到了失联状态 微信聊天框里 满屏都是我的担忧与思念 照常给林毅发日常生活 又在公司群和朋友群里 冒泡这次疫情 可能凶险的很哦 警察都出动了 大家赶紧下单 多买些物资 在家里宅着 别出门了 姚姚说的对 还好我昨天去超市 大采购了一份 现在在家里吃喝不愁 就算疫情持续个把月 也没事美术部的 UI设计师谢小小说道 你家在哪我要来蹭饭群里 同事开始插科打混 谢小小 新完美胡 二单元A座 有同一栋的小伙伴吗 还真有 好巧我居然有两个同事 真和他一个小区 私聊私聊 我已经加你们微信了 你们通过一下 咱们三个拉个小群 疫情期间 邻里互帮互助程序组的男同事 发起了邀请 可谁也没有想到 现在还是互帮互助的邻里 当发现城市不是新冠 而是丧失感染后 他们却将谢小小侵略杀害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如果我像谢小小一样 在群里告知真实情况 想必会组团来杀我吧 这就是人性嘛 本来计划今天出去把纸箱卖掉 再买一些监控摄像头回来 现在丧失离 我们就两百多公里 谁也不敢再出门 只好搁置 一家人在客厅聊天 商量接下来的生活 长辈组成的长老团提议 除了两个小侄子 全员轮流直日 两人一组负责公共区域的 卫生和晒衣服 两人负责做饭 两人负责洗碗 小侄子们负责每天洗袜子叠衣服 全员赞成无意义 养鸡这种技术活 我们几个小费实在是不懂 也受不了每天去收拾鸡窝 只能全权交给公公 公公因此也不需要参与其他侄 而天台种植的蔡婆婆和姨妈 主动提出由她们看顾 商量好了之后 乙父去屋后的水井里 把抽水电机换一个新的 妈妈手在电源总闸处开关电源 表哥和公公拿着武器 在周围望风保护衣服 公公穿的短裤和老式的军鞋 肩上扛着锄头表哥 手里拿着把60厘米的西瓜刀 各占一点 这画面有种莫名的喜感 怎么说呢 左右护法 哼哈而降 总之画面太美 我这浅薄的词汇量 不知该怎么描述 从我记事起 这口井就一直存在 大概是靠江 水一直很清 以前夏天放学回家 就直接在厨房的水池 用水瓢咬一瓢喝 还觉得甜甜的 当然每次被逮的时候 都会被外婆告诫一番 现在城市里的水 虽然清澈 但煮沸了 还是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换电机并不难 只见一副把旧的电机 从井里拉出来 缠绕放之后 把新的放下去 没一会就好了 正好他们带了锄头出门歌 抬两根老竹子回来 我在窗户对着表哥 他们喊道 砍回来干嘛 削尖了可以做武器呀 真是笨蛋表哥 这也想不到 老竹子坚韧 又那么长一条 用来戳丧尸不刚好 只好对表哥解释道 家父亲静悄悄的 这一喊话 显得我们的声音 都有点空旷 大概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 反正打死我也不会承认 是我嗓门大的 我可是个娇滴滴的软妹子 难道我不要面子的吗 竹子砍到一半 我看到远方又有直升机 朝我们这边飞过来 哥 赶紧回来 有情况 我大喊道 表哥他们拉起竹子 就往家跑 我从窗户快步挪到衣柜 操起望远镜 就往天台跑 从望远镜里看到 有四架军用直升机 速度极快 正往我家这个方向飞行 几分钟后 就到了我家上空 气流声嗡嗡作响 打破了原有的沉寂 不知道现在的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敢拿全家人的性命冒险 只能躲在门后 用望远镜一直望着 前面的飞机都没有停留 直接从上空掠过 却最后一辆 在我家上空盘旋着 停留了一两分钟才走 看着他们飞走 我才敢从门后出来 一直望着他们 往深山老林的方向飞去 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记忆中我家附近 好像也没有军事管理区的存在啊 阳台现在十分拥挤 像是白色泡沫箱的领地 以至于表哥和姨父上来找我的时候 我们只能排成一列 我看着这些绿苗和泥土 除了小葱 大蒜别的啥也认不出 要不就是种子还在土里 不在土里的这几棵树苗 也不知是啥东西 姨父看我一脸猛逼的样子 又给我介绍了一番 靠着左边门口的两个盆种的是番茄 右边的盆是蓝莓 左边第二个箱子是土豆 第三个是红薯 第四个是小芋头 第五六个箱子是胡萝卜和白萝卜 右边一次是生菜 菠菜 大白菜 韭菜 芹菜 青椒 靠墙边的那三个是生姜 大蒜 小葱 墙边角落的那两盆是橘子 还遗憾的感叹到家里阳台只有这么大 想多种点也种不下 只好宽慰道 我们已经很幸福了 这些蔬菜每天收集 两天炒一次也不错呀 还有水果可以吃 说出去不知道得羡慕死多少人呢 姨父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把防护栏上锁上的三把大锁检查了一下 政府通知我们县城也开始紧急封城 实行静态管理 看到群里的消息越来越不对 这一情好像不对劲 我看到我们小区楼下 有个人勾搂着身子不停的走来走去 过了每两分钟有人回复 这不是新官 我看见了 我在外面 谁来救救我 随着这段话发出的还有一个视频 视频里的人 拖着残破的身子摇摇晃晃的冲向活人 一群残缺的人将一个正在呼救的男子包围起来 在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中 他的胳膊被丧失活生生扯断 鲜血喷洒在这群人的身上 呼救声越来越弱 直到他被啃食殆尽 只剩下一副残缺的骨架 再也没有了声音 他肯定想不到 只是像往常一样的出门 竟会遇见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肯定也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电影里的情节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更想不到自己会死得如此痛苦 保留在意识一点点看着自己被蚕食殆尽 直到这世上再也没有他这个人 他心里该有多痛多恨 还有些人被丧尸抓伤后 逃向了其他地方 电影里被丧尸抓伤 或咬了之后就立刻被童话 可现实世界里却并没有立刻变异 视频里的他们的眼眸 布满了红色的血丝 因为感染 眼球突出似乎没了焦点 有些人的眼球甚至挂在了脸颊上 抽搐着身子摇摇叶叶的走动 像个老人 可看见活人却跑得疯快 他们的身上布满了同类的血 暗红色的血字 已经看不出原本的服装颜色 大多数都是缺胳膊断腿的存在 还有些四肢健全的 只是手臂上的血管清精 无疑不再暴露他们的特殊性 然而这群人在今天早晨 还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 是孩子的父母 是彼此心爱的宝贝 可是现在 他们却将自己的同类视为仇敌 只要被他们看到了活着的人 就像尹君子看到维静品一样 不 他们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 他们成为了丧尸 没有灵魂 没有思想 只有最原始的生存欲望 街道 后面都被鲜血染红 失衡遍野令人心悸 连太阳都吓得躲了起来 视频看得我心中十分悲凉 眼泪不停落下 好一阵子才缓过来 如果我没有接到消息 他们的今日也是我的今日 我的孩子 也再也不会见到明天的太阳 庆幸之余又感到后怕 可林毅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林毅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你到底怎么样 你平安回来了吗 一直以来我都以你为荣 也深知君嫂的责任 可是面对这一切 我还是不能免俗的想你回家 想你平安 更自私的想要一家人 团圆窝居在这栋房子里 哪怕我们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可死在一起也是好的 远比你了解自己更了解你 你不会放弃你的使命 更不会在这个时候做一个逃兵 我想政府现在压力也很大 人力有穷尽 面对丧失病毒 我们宛如蝼蚁 即使第一时间派出精锐 去二国查探得知的信息 可他们又能做什么 除了知道病毒具有高传染性 会使人丧失本性 其余一无所知 病毒来源是什么 该如何去克制病毒 又该怎么疏散人群 保护国民这些 又有谁能帮他们找到答案 除了快速将人遣送回家 他们又能做什么 政府的工作人员 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家和亲人 面对这一切 也是靠着一腔热血去坚持 我们在害怕的同时 他们也要害怕 可是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以性命守护 这一腔 孤勇难以令人不折服不敬佩 群里的信息 越来越令人心惊是丧失 丧失来了 C是完了 政府在干嘛 平时风吹草动都出现 现在都在干嘛 不行不行 我家没有吃的 怎么办 政府盛世沦陷了 他们管不了我们了 我看到外面路口处 有几个身穿警服的丧失 怎么办 我家小区有几个丧失过来了 关好门窗 不要用动静 别出门 相信政府 啊 我刚跑回家 看到我对面有人好像受伤了 怎么办 会不会变成丧失 求求老天爷 那我快醒来吧 这个梦太真实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不行了 我得离开C是 对对对 我们也要离开C是 抓紧时间跑吧 C是不能再待了 丧失越来越多了 我总算是理解 国家为什么不敢提前疏散 开始的时候只是怀疑 没有真平实据 根本没办法令群众相信 等证实了才发现更棘手 不知道传染人 更不知道那些人去过二国 有没有被感染 潜伏期的症状是什么也不知道 一旦公开普通民众 只会加深恐慌 别的还是无能为力 况且国内人口这么多 一时间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可以马上迁移 如果都聚集在一起 真出现感染者 那才是灾难 现在那些人被抓伤咬伤了 还是跑回家里去躲了起来 我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人在面对死亡时都会害怕 又有几个人敢直面生死 将心比心 如果是我 我也会找地方躲起来的 黄昏时分 我拿着望远镜东张西望 真让我看到 村里唯一的马路上 有一辆车在行驶 隔得有点远 加上天色也暗了一时间 连望远镜也看不清 是哪里的车牌 直到近了些 才看见是C式的车牌 C式 有人逃出来了 这是一辆银色SUV 车身上有着大面积的污渍 我一边偷窥着他们 一边在群里 艾特表哥和妈妈 带着无人机上阳台来 车停在了马路左边 靠池塘的那户人家门口 车上下来了四个人 三个大人 一个十来岁的小孩 小孩在路边站着 其余人开始下行李 好像是孙大娘家 妈妈对我和表哥说道 是不是那个孙武的妈妈呀 表哥倒是有点印象 倒是我对他们都没啥记忆 只能听着他们聊 对对对 就是孙武的妈妈 妈妈点头附和 我先用无人机去看看他们家情况 表哥操纵着无人机往孙家飞去 妈 那个孙大娘是什么人呢 我疑惑道 也是个苦命人 他男人死得早 靠检废嫔打铃工把孩子攻打 后来孙武考上了大学 他们一家就很少回来了 这些年我也很少见到他们 那这么说 孙大娘跟你一样都好伟大 是啊 都是天涯沦落人 你们看看他们的情况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我们就帮一把行吗 妈妈动了侧影之心 大概因为都是一起淋过雨的人 还是不要帮忙最好 我觉得孙武是个极有诚服的人 有故事啊 安大不住我这颗八卦的心快说快说 妈妈也疑惑的看着表哥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和孙武是高中同学 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些同学 是从C市的高中转学过来的 这些人大多都是 因为在以前的高中 打架斗殴之类的被开除了 在C市读不了书 才到我们学校的 来了我们学校之后 照样拉帮结派 那个年代古惑在盛行 又加上他们这些人家里有钱有势 很快就成了事 隔三差五就在学校闹事欺负人 而孙武就是他们选中的对象 孙武成绩好 在学校一直是排名前十的尖子生 可惜家里只有一个减废品的母亲 没人撑腰是最好欺负的对象 一开始他们只是吓唬他 在宿舍 厕所 食堂这些必经之路 堵着他言语欺负 同学们怕惹祸上身 大多不敢相帮 后来孙武悄悄告诉了老师 表哥停顿了一下 然后呢 真是的 讲一半停下来 后来孙武被狠狠揍了一顿 老师找这些同学谈话 学校没有监控 没有时政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但孙武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他们不再局限于言语欺负 有时是故意把孙武的午餐撞洒 那个时候孙武家穷 被他们这样欺负着 也只能默默忍受不敢反抗 可是偷窃是要记大过 而一旦记了大过就不能申请奖学金 和贫困生补助 学校教导主任跟着孙武室友去宿舍 在孙武枕头里找到了200块 没有证据 孙武百口莫辩 呵 你们这是校园霸凌 孙武太可怜了 这些人渣真该死 真是听得我快要气死了 是啊 所以后来这群人的老大被他害死了 我一时雨夜 虽然刚刚还在骂着他们去死 那时候孙武同宿舍的室友是我一个朋友 他们把钱放孙武枕头的时候 他正好看见了 他质问他们 但却反被警告 敢说出去就让他好看 所以他知道孙武是被冤枉的 但却什么也不做 难道不能告诉孙武 真是惊呆我了 瑶瑶 你生活在新时代 你不能了解那个年代有钱有势意味着什么 我朋友他哪来的勇气 敢挑战这群二代 只是他良心过不去 一天到晚欲欲寡欢 我再三追问才把这件事告诉我 他也气自己明明知道真相 却什么也不敢做 我也没有资格说他 因为我知道了也不敢讲出去 我们俩找到孙武的时候 他正在楼梯口崩溃大哭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眼里会有那么浓烈的恨意 心里实在是不知该怎么面对他 安慰了他几句落荒而逃 后来几天我和朋友一起东拼西凑 给凑了一百块钱出来给了孙武 算是了表歉意 一开始他怎么也不肯收 后来我说孙大娘和我外婆是一个村的 这不是同情 只是同学间的互帮互助他才肯收下 没成想过这一百块钱 算是让我朋友逃过了一劫 那时候一百块钱不少了 我记得你那个时候一个月生活费也才一百五十 算上来回的车费每个月一百五十 我和我朋友吃了一个月的包子稀饭 这件事之后孙武就变了 他开始谄媚 他主动承担了校爸的作业 考试的时候也故意考试 一来二去的 他们觉得欺负他没意思了之后 也就不再欺负他 只是每每欺负别人 总要让他首当其冲 成为被记恨的目标 可孙武不在意 我们都以为他是蝼蚁尚且偷生 孙武终于等到了机会 高二下学期 学校组织高二全级学生交游 想在高三前让大家放松一下 原本计划的是在我们当地的农家乐游玩 后来因为校爸家出钱施压 改成去了康定 而谁也没想到这趟康定之旅 成为了校爸和他另外两个室友的买骨之地 可校爸为什么要去康定呢 康定离我们这里三四百公里呢 那是方木少爱的年纪 校爸也不例外 一直以来他在学校里呼风唤雨 女朋友一茬茬的唤 只有身为校花的赵小雪 他追了半年都没追上 交游前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 赵小雪喜欢康定 闹着家里人赞助了这次交游 到了康定的前两天 除了校爸和孙武的室友 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出去 留着孙武在帐篷里应付老师以外 大家都按部就班的过着 第四天出事了 随着赵小雪的呼救声 划破康定寂静的夜 大家纷纷从帐篷走出 只见赵小雪面色惊恐发丝凌乱 衣服已被撕破 露出了月牙白的内衣 和一小片雪白朝露营地跑来 一边跑一边喊着老师救命 见到老师后就开始大哭起来 老师吩咐各自回自己的帐篷 然后带着他回了自己的帐篷 过了没一会警察就来了 是校爸做的吧 他居然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是啊 我们都以为是来抓校爸的 但却没想到是来搜救的 在公安和搜救队的行动下 他们三人的失手在山崖底队找到 公安调查后宣布 赵小雪因是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据说是因为校爸对赵小雪表白悲剧后 想趁着月黑风高 把赵小雪给强了 来个迷已成舟 赵小雪奋力反抗 拉成牛打尖 他们不小心跌落山崖 为避免校爸家里寻仇 回到学校后 他家长就开始给他办转学手续 我从操场边上的小树林经过 正巧碰见他和孙武 只听赵小雪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都做了些什么 两人不欢而散 当时孙武脸色阴沉的厉害 为避免尴尬 我装作没看见绕路走了 可是这有关孙武什么事 妈妈不明 所以正常人都觉得是没关系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 这件事一定是他做的 正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他才更可怕 那个时候他才高中 稚嫩少年 就有这么深的心急 真有了生命冲突 我们家现在有谁心机玩得过他 我赞同表哥说的 帮助的是就此打住 无人机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已经从孙武家飞了回来 带上无人机 我们回到客厅 打开笔记本电脑 导出了SD卡上的视频 视频里车上的污渍 混着尘土 孙武一家都是节后余生的面色 一家四口物资却很少 就三个行李箱子 和少量的食物饮用水 他家里人在收拾东西 而他拿着家里的鱼叉 去了鱼塘叉鱼 看样子今晚是准备吃鱼了 后来孙大娘也开始在周围转来转去 应该是想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食物 可惜村里没人 自然也不会有庄稼 只能拜幸而归 但看他们这情形 感觉明天就会找到我家来 真是没想到丧尸还没到我这 倒是有人来了 看完视频 我翻墙看了二国的情况 二国除了首都地势 几乎是全国沦陷的状态 病毒爆发的太快 政府全线崩塌 二国网民一条条的求救信息时间 停留在了昨天 然后再也没有更新 而我国的WW市也激进沦陷 有几架紧急撤离的飞机 因为混入了感染者 导致发生了空难 无一幸免 WW当地政府直接摆烂 2000万一个撤离位置 明码标价的 让有钱有权的人紧急撤离 把普通老百姓留下来 成为了丧失美味的口粮 狗日的WW政府 需要民众选票的时候 就出台惠民政策 老百姓真需要他们的时候 就拍拍屁股走人 真是气死个人 而我们国内沿海城市 目前都成为了爆发区 仅一天时间 就让我见识了 什么是人间炼狱 C市是最早爆发的城市 从网上的消息得知 主城区全部沦陷 大街小巷上 全都是丧失 小区也不例外 有人把同伴推出去为丧失 只为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也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宁愿忍受被丧失肯实的痛苦 也紧紧的把孩子抱在怀中 可惜天道无情 最终只留下一大一小的两副骨架 还有人为救陌生人 而付出生命代价 政府的工作人员牺牲了大半 这病毒一旦被抓伤或者咬伤 就会被同化 民众的恐慌达到了峰值 防守派在家里不敢出门 出逃派则是开着车出逃 C市的高速路已经沦陷 高速拦截的值班人员全部牺牲 有的被感染成了丧失 有的被吃了个干净 最惨的是被碾压致死的那个人 而造成这一切的 都是那些想着逃跑的人 汽车的轰鸣声引起了丧失的追逐 有些幸运的人逃了出去 而有些人在逃亡过程中车毁人亡 最可怜的就是这群值班人员 他们鼓足勇气在这里守着 就是不想让C市的病毒蔓延出去 可惜天不遂人愿 这些逃跑的人带来了大量的丧失 寡不敌众的他们 最终也成为了丧失中的一员 现在高速几乎成了丧失的地盘 大量的丧失从高速通道走了出来 高速录的这些视频 在各个微信群里发酵 总算是制止了那些出逃派的行动 我发现丧失好像不吃死人群里 有人说道 这怎么说 你们看这些视频 那个被碾压死的工作人员 丧失都是从他身上经过不理他的 对对对 我看了确实是这样是真的 我也看到了那个 我能问一句 这个发现有什么用吗 不吃死人 我们总不能死吧 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而不是成为丧失继续伤害我们的同胞啊 群里讨论的十分激烈 八点多的时候 小区物业拉了一个人进业主群 是C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正在统计幸存者的数量 要用无人机给大家投放物资 哎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过往没觉得 C市的政府好 现在被WW对比下来 简直是云腻之别 统计好了之后 物业通知明天上午7点半左右 物资投放点在天台 每家一份各自出门领取 末日来临的第二天 从公司群里和自家小区群里得知 政府的无人机一大早就开始在全城投送物资 国家也开始发相应的通告 要求全国民众居家不出 减少感染 保留生机 这是人类史上最严峻的生存考验 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活下去 无人机的声音避不开丧尸的耳朵 形成了无人机在天上飞 他们在地上追的画面 各个小区里的丧尸 也一直寻找着声音来源 他们拥有灵灵的听力系统 但因为看不见 只能无头苍蝇似的 在地面跟着航行路线追 原以为可以顺利去往天台收取物资 可有的楼道有丧尸 有的顶楼住户不愿意承受 一次次来取物资时会带来的风险 不肯打开上去顶楼的楼梯门锁 一时间取物资进行的极不顺利 无力之下 业主们只能求助物业拿有权限的电梯卡 无人机吸引了大片丧尸 在小区打转 物业也不敢出门 最终商议 还是业主自己去找物业拿卡 也正是因为顶楼住户的自私之举 导致丧尸追逐进入楼里 C洞出去拿卡的业主被咬伤 大底是想拉着顶楼住户一起死 他打开了C洞楼下的门 装了一电梯的丧尸去往顶楼 忍着丧尸对自己的啃食 又已经血肉模糊 隐隐可见白骨的手一遍遍地抹上自己的血 直到再也没有了力气 感染了丧尸病毒的人 在血的刺激下变得更加狂暴 他们一遍遍地敲打着顶楼的门 C洞被丧尸包围 丧尸在各个楼道转悠 房间里有一点声音都会引来他们在门口砸门 C洞的住户连门都不敢出 楼上的物资再也没人赶上去拿 与此同时 C市郊区大面积沦陷 从高速上逃出去的丧尸攻击了郊区的民众 有些民众甚至是在睡梦中被攻击 活着的人越来越少了 C市周边城市也逐渐出现了丧尸的身影 末日第三天无人机传回来的视频里 孙武一家已淡尽两绝 白天孙武在村里四处转悠 发现了几户留守人家 我家由于在竹林中间 一时间到也还没被他发现 后来孙大娘在村里仅剩的几户人家那里 买了一些食物 虽是杯水车薪 但也聊胜于无 可叹村里老人年岁大了 不知道丧尸的严重性 由于很多年都没怎么回来住过 只能靠柴火做饭 孙武家的烟囱吹出鸟鸟吹烟 由于家里没电 夜里也只能点着蜡烛 好在他家旁边还有口水井 不然没电没水日子怎么过 夜里孙武悄悄去人家屋后的田里偷菜 只见他东张希望着 确定没人看见后就开始行动起来 地里种的大白菜和白萝卜 几分钟后孙武抱着满怀的战利品 快速跑回家去 其实村子里就这么些人 用脚趾偷想也知道是谁做的 只不过没证据 就像是修补一般 即使怀疑也不愿撕破脸 搞得大家都难看 由于物资领取造成了多起事故 工作人员在群里做了通报批评 并告知现在C市的困境 如不配合 等病毒过去将依法处置 胆小些的人默默打开了天台的防护门 只是要去他们拿完之后 其余人再上去拿 不能把丧尸放进楼里 自私凉薄的人 甚至把政府发放的物资 全部拿回家里 我们小区的C栋住户 已经一整天没拿到物资了 丧尸几乎遍布在整栋楼的各个角落 像是守住戴兔般 网上的舆论已经炸开了锅 丧尸出现在各个城市 一国爆发的丧尸 从边境城市进入 东三省也出现大量的感染者 仅仅三天的时间 除了西藏和新疆 没在网上报告以外 其余城市竟无一幸免 作为爆发地的二国 今天首都地势也沦陷 当地政府全部停摆 只能在政府网站上 挂着让他们自救的公告文 由于二国丧尸众多 破坏了当地的基建网络 二国已全国进入能源断供的现状 各国政府领导人 首次连线面向全球直播 呼吁普通民众居家不出 共同研究丧尸病毒 此刻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人类的延续 我们需种植成城 共克时间 政府通报了目前已知的丧尸习性 视觉激进为零 听觉和嗅觉系统异常发达 靠听觉和嗅觉行动 对写的味道极其敏感 鲜血刺激下会变得更加狂暴 不会思考 只知靠蛮力敲打追逐 并不会开门爬墙 夜晚会进入相对衰弱期 及夜晚会减少活动 无目标猎物时 会自动进入低耗能状态 动作反应缓慢 这场直播无疑给老百姓们 打一针强心计 原本都活在对丧尸的恐惧当中 此刻大概知道了丧尸的习性 起码知道在家里 待着还是安全的 也就不再乱跑 黄昏时分 C市调派安保组织生物科研人员 从HX医院顶楼集合紧急撤离 为了给民众活下去的信心 本次撤离微型摄像头 装置在每个撤离人员身上 全程直播 C市安排的是 准载8人的军用直升机 两架 本次总撤离人员 为科研人员19人 安保12人 再来的路上 安保人员牺牲惨重 现在仅剩下5个人 此刻正靠着门后 两架直升机 先将核心团队的成员送走 剩下的10人 需要在天台 坚守等待往返的直升机 直升机的轰鸣声 惊醒了大批丧尸追逐前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难以想象 这么残缺的身体 都能爆发那么快的速度 人员还没撤离完 数以万计的丧尸 已濒临成下 大批的丧尸 呜咽咽地怒吼着 有用手推门的 有用头撞的 他们不知疼痛的 不停地撞着楼下的大门 一个倒下 还有千千万万个扑上来 一片片灰白色的脑浆 从大门流淌而下 慢慢地在大门口 积累了一滩脑浆 刚开始 大门还有一种 他强认他强清风拂山岗的既视感 撞了大概一个小时后 大门开始轻微摇动起来 又过了一会 大门开始剧烈晃动 在丧尸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下 只听喷的一声巨响 大门在失潮中坚守了不到两小时 轰然倒塌 光荣牺牲 大批的丧尸从楼道进入 在一直没能找到 楼上声音来源的刺激下 他们发出生气的怒吼 此时 天台的门 成了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直播的评论区也从过去 他们跑的也太快了 这哪里是丧尸 是非人吧 撞死一个少一个 这些该死的丧尸卧槽 这些丧尸也太猛了吧 拿头撞门 看着脑浆就想吐 恶心坏了我的天爷哟 这密密麻麻的丧尸 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哎呦我去 这些丧尸长得可真吓人 这眼珠子还挂在脸上撞吧 全都撞死了 最好变成了欧买达 他们居然把大门撞开了 不是说丧尸撞不开门的吗 这是什么情况 直升机怎么还没回来 快来救命了 求求满天神佛 快让直升机回来吧 是人类生存的希望 直播间聚集了上千万人关注 评论区从一开始看到丧尸 拿头撞门时的欢乐气氛 变成了全凭祈祷 天台的门远没有大门坚固 不到半小时就开始摇晃起来 为了直升机能停住 选的是空旷的天台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物品 可以用来抵门 等待撤离的人们 开始用自己的身体抵住门 可门外的丧尸只增不减 不知疲惫的撞击着门 大家都知道 这门快坚持不住了 门晃动的越来越厉害 你们一定要撑住啊撑住 坚持就是胜利加油 你们一定能行 人类一定能行 你们是最棒的逆行者 撑住 各种加油打气的话 在直播评论区出现 终于直升机飞回来了 可随之而来的 也是大量的丧尸 直升机停稳后 安保人员堵着门 让科研人员一个个过去 可由于丧尸又回来了 门开始晃动起来 直升机上也下来了 两个身着军装 脸上画着迷彩的军人加入赌门 妈妈 是林毅 是他 他还活着 我激动的对着家人们分享 这俩花成这样 你怎么看得出来的 我完全认不出啊 我妈回复道 今年夏季 林毅不是上了央广军事吗 就是这个打扮 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今年 你们在家族群里发的那条新闻 活不到对对对 当时输入伯伯们还说 林毅为家族争光了 想起来了 这样一看 确实像哪里是像 明明就是他臭林毅 坏林毅 明明回来了 还是不给我回任何信息 现在出来执行任务成英雄了 天台大门 已然被丧尸们 撞出了一条缝隙 靠得最近的安保小哥难以避免 被抓伤了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我已经被感染了 你们一定要逃出去 等我发病的时候 你们再打死我 别让我变成怪物好吗 我还想再多保护你们一阵 哪怕就一阵 求求你们了 被感染的安保队员满脸泪水 抽气着向大家恳求 大家默不作声 好 剩余人员先走 我和我战友断后 林毅开口打破局面 不 你们还要继续保护他们 我不走 我的队员已经被感染 我要留下跟他们共进退 我也要留下 战完我生命中 最后一班港安保人员回到 作为军人 我的责任就是保护你们 你们走 林毅坚持着步 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你们 保护好他们更重要 谢谢你们 你们是真正的英雄 劝阻无用后 林毅让战友先登机自己随后 大门因为他们的撤离 又开始摇摇欲坠 在林毅登机的那一刻 终是坚持不住倒了下来 意料之中的巨响 还有安保人员们的枪声 而被感染的队员 在这一刻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成为伤害自己同胞的丧尸 怎能不让我们心生敬佩 眼看着大批丧尸就要追上来 直升机总算有惊无险地飞了起来 只剩下丧尸群在天台嘶吼着 两只手朝着天上扑空 令人惋惜的是 安保队一行十二人为了这次护卫行动 全军覆没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愿来生一路生花 随着撤离 他的人也各自散去洗漱 我是孕妇第一个洗 表哥垫底 也就照常上天台用无人机侦查孙武一家 洗漱后我在房间看着书 又听到了直升机经过的声音 灵异会是你们吗 可惜天太黑 除了像星星一样的防撞灯 再也看不见其他 可是天知道 我多希望这就是你 哪怕只是经过 至少这一刻我们在同一时空如此接近 经过昨天的直播 大家开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大部分幸存者们开始乖乖居家等待救援 我们家也按部就班的生活着 可好景不长 末日第八天全国大面积下起暴雪 C市也不例外 从我有记忆以来 C市只下过两场小雪 这场雪下了一整天 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 甚至愈发大了起来 由于雪是太大 无人机无法起飞派送物资 人们又陷入了断粮的恐慌当中 古人说锐雪照封年 可在当下 大雪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雪要是再不停下 丧尸没能攻破家门 人倒是先饿死了 末日第十一天 暴雪已经下了三天 还没有任何停下的迹象 窗外白茫茫的一片 小区一楼已经被大雪淹没了小半 三天放在过往 不过是白居过细 但现在却如此难挨 政府已经无力投送物资 呼吁民众自救 谁也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是否能坚持到太阳出现的那一天 朱明浩杀了谢小小 三天前我半夜醒来的时候 发现谢小小房间 有动静发了信息 又没人回复 出于担心去房间找他 发现浑身赤裸脖子上 还有亲子掐痕的他 双目突出死不瞑目 我是个孬种 为了活下去 选择了同流合污 朱明浩这个杀千刀的人渣 他答应我这件事 我闭口不言 他就带着我活下去 可暴雪导致家里断粮 现在我也成为气子 他想像杀掉小小那样杀了我 我趁他不被逃出家门 楼下都是丧尸 这就是我的报应 我对不起小小 我该去地狱 向小小请罪了 我在群里看到了谢小小的死讯 我还记得 他刚来公司的样子 笑叶如花 热情的跟每个人打招呼 同事找他帮忙 也从不拒绝 他是那么善良可爱 凶手是我们程序部的同事 跟他同一个小区 丧尸爆发后 他出于好心 收留了同小区的两位同事 上演了现实生活中的蒙夫与蛇 末日竟连善意都成为了催命符 大量丧尸因天气极端 又找不到食物陷入狂暴阶段 他们开始攻击所见之处的所有活物 就连下水道里的老鼠也不放过 城市的基建受到了严重损坏 全国城市大面积停水了 好在我家吃的是井水 没什么影响 在这场病毒中 我们算是很幸运了 可我不知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 我家已经被孙武发现了 暴雪导致无人机无法飞行 已经三天不知道孙武家的情况 偶尔用望远镜往他家方向查探 也因暴雪导致能见度太低 只看见屋顶压满了大雪 天台的菜搬到了楼梯口 只能用LED灯仿照太阳光 进行光合作用 之前买的四个大电池 也被长辈天天充电 警方哪天就突然断电了 这个时候就后悔 怎么我当初没多买几块大电池 想到了太阳能发电 万万没想到 C市还能经历雪灾 C市雪灾真是离谱 他南极就老爷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了极点 你好 我知道你们家有人 我家上有老下有小 都是邻居能不能帮帮忙 给我们点食物 天快黑的时候 孙武在我家楼下大喊求助 摇摇 孙武找上门了 妈妈语气中充满的惊讶意料之中 他迟早会发现我们的 表哥答道 我也微微点头附和 那现在 这只不理我和表哥一口同声 求求你们行行好 我也是村里人 我可以用钱交换购买的 家里还有老母和孩子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会求你们帮忙的 孙武的语气 尽是无奈与悲哀 要不我们给他们点粮食姨妈和妈妈道 不行 现在这个情况 谁能出去送粮食 放人进来 家里就更不安全了 表哥理智拒绝 可是村里这个情况 他们也有其他办法 如果我们不帮一把 他们可能就撑不下去了姨妈道 哥哥姐姐 你们不是一直叫我们穷泽 独善其身 达子兼计天下吗 现在我们明明可以救他们 我愿意三天不吃肉 把我那子拿出来救救他们吧 何嘉乐扯着我的衣角哀求道 哥哥姐姐 夏乐说的对 帮帮他们爸爸 小姨求求你们 救救他们家吧 我们也愿意少吃点 凌晨和两个小侄子也求起情来 不是我不愿意帮 实在是这种情况下 帮了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 一旦暴露了 我们家有大量食物 惹来的就是杀身之祸 表哥一脸无奈 我们不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啊 就少给一点好嘛 孩子们一脸哀求 他们从小的教育和生活经历 都令他们此刻无法袖手旁观 要不这样吧 姨妈你去拿我包装的泡面两袋 再拿三斤你一斤猪肉 一把面 我从窗户这里给他扔出去 好姨妈转身去被物资 爸爸万岁 小姨万岁 谢谢哥哥姐姐 孩子们满脸笑容 手舞足蹈的欢呼着 你也是村里的 叫什么名字 我怎么知道你没骗我 我在窗户边上 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 跟孙武沟通起来 我是池塘边对护人家的孙武 我妈就是当年村里石荒的孙大娘 你家是樊阿婆家 李磊是你哥哥对吧 你可以问问他 他应该记得我 当然记得还印象深刻 让我心道 原来是你们家 可是我家也没什么吃的了 只能给你一点点 你去村里其他人家再去借点吧 谢谢您 真的太感谢您了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我们一家老小会 永远记得您今日的帮助等 孙武在雪地里朝着我聚立宫 态度诚恳 与其激动 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度过此劫 我将姨妈备好的物资 用力的往外抛出去 物资落在了围墙外 看着孙武捡了物资离开 原以为事情会就此告一段落 末日第13天 暴雪连续下了足足5日 依旧没有要停下的迹象 室外气温已经低到零下20度 我家一楼已经被大雪淹没了大半 大家每天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拿铲子去铲雪 堆到大门外 整座国家笼罩在大雪当中 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成了名副其实的雪国 全国各地电线被大雪压垮损坏 多地开始断电断网 我所在的城市也没例外 由于断水断粮 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家中 当真是求生无门 大雪封住了丧尸的行动 也封住了人们求生的道路 举国上下哀嚎变野 人心惶惶 谁也想不到 在20世纪的今天 我们居然会过上能源短缺的原始生活 我家屯的炭火也派上用场 我曾看过一部名叫流浪地球的电影 电影里人类生存的地面 已被大雪侵占 可至少政府还造了地下城 给了我们一片生存的七七地 起码还有个盼头 可是现在又有谁能给我们一条活路 一个盼头 末日第十五天 暴雪下的七天终于停了 天空出现了久违的太阳 气温逐渐升高 温暖如春 很想将这一幕分享给灵异 可惜断网只能拍拍照片 太阳能电板终于派上了用场 楼梯口的书果也被姨妈他们搬回了阳台 随着积雪融化 丧尸又开始活动起来 兴许是饿得太久 有些丧尸陷入了休眠状态 有些则更加凶猛 幸存的人们开始为了生存物资而走出家门 大部分人成了丧尸中的一份子 幸运而带着食物安全回家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村里一如既往的平静 仿佛世外桃源 只可惜被表哥一语成衬 孙武果然又出现在我家门口 只是这次 我们找了个理由把他打发走 没有给他任何食物 表哥用无人机开始监控他的生活 离开我家后 他也去了别家球员 但都无疾而重 他家也却如他所述 他家已经没米下锅 老人和孩子像是饿到没力气了 看着他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我也于心不忍想过 要不要再帮一次 最终理性占据了上风 对不起孙武 我也有自己的家人需要保护 末日第16天孙武杀人了 死者是村里独居的老婆婆 表哥叫我上阳台的时候 我还不明所以 直到我从望远镜里 看到他挖坑蛮尸 老婆婆大约也没想过 地窖里为数不多的红薯和地瓜 就足以让他痛下杀手 而这些食物一个人吃 或许还能坚持一周 和他一家四口 又能坚持几天 为了自己活下去 就杀人夺粮 这丧尸有什么区别 可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批判他 我不愿意帮他 不也是因为怕财帛外露 引来杀身之祸吗 只是今日是老婆婆 哪一日就会轮到我们呢 跟表哥商议后 还是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全家人 让大家引以为戒 大家商议后 决定提高警戒 除了我以外的大人 每天晚上两人一组 按照上下业的方式 轮流守夜 末日第二十天 孙武第三次出现在我家外面 他神色落寞 言辞恳切地哀求着我们 可从我们知道了老婆婆的死后 没有一个人感应他 只想给他营造一个 我家人都饿死了的假象 我躲在窗后 看着他好一会儿他才离开 紧攥着的拳头 透露着他的不甘于愤怒 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家没人 也知道他在怪物见死不救 末日第二十二天 孙武打劫了我家以外的 所有留守人家 可惜一无所获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毕竟村里留守的老人 大多已因为断粮被活活饿死 怎么可能还有余粮 只是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 不免为自己而担忧 可即便是没有生存物资 他也不敢离开村子冒险 末日第二十五天下午的时候 公公在屋后发现孙武的身影 这是孙武第四次出现在我家附近 不同以往的事 他这次不再恳求 悄无声息地 在我家周围转悠打探 可以从哪里闯进我家 真庆幸有家人的存在 才可以早早发现他 表哥将两台无人机 飞到池塘边的大树上 用树叶做隐藏轮流监控 他的一举一动 公公和姨父在天台 用望远镜轮流监控 天擦黑的时候 孙武扛着梯子朝我家方向出门 这一天终于来了 为了他和他的家人能活下去 他不会放过我们的 前面的围墙和大门都太高 没办法突破 只能选择从屋后爬窗 我们一家人手持着武器守在窗后 在他抓住窗户外的防护栏时 我用电机棍将他击倒在地 抽出了一挥后 他站了起来 与我四目相对 满眼都是恨意 为什么不肯救救我们 我的母亲孩子已经饿晕过去 你明明有粮食 为什么不肯救救我们 他的怒吼随着风声呼啸而来 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 我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了 你想活下去 我也想活下去 你撒谎 你看看你的样子 哪里像挨饿的样子 你就是自私不肯救我们 我的孩子还那么小 可是他快饿死了 就是因为你不肯救他 你这个杀人凶手 我一时雨夜 你等着 我绝不会让你好过的孙武 恶狠狠的放下这句话 扛着梯子走了 后来的两天 他一直尝试着各种办法 想入侵我家 都被我们成功赶走 也就在这两天里 孙大娘没有熬过去 撒手人寰了 而孙武的孩子也已经饿到 只剩下皮包苦 双眼无神 连站着的力气也是没有了 或许我可以救他的 哪怕只是在这世上多活几天 我也知道质子何姑 也曾动摇过 可当他为了活命 而杀人抢劫的时候 就注定我与他只能背道而驰 既然选择独善其身 就要承担他反扑的后果 何况就算我冒着他 抢劫我家的后果 再帮他一次 也不可能改变他 为了活下去就杀人的念头 末日第一个月 依旧没有灵异和外界的消息 在村子里像是与世隔绝 孙武来得更加频繁 导得我们疲于应对 孙武的孩子也没能撑下去 在今天深夜离开的这一世界 孩子的死 彻底压垮了孙武妻子的神经 他选择自杀 去陪他的孩子 亲人接连离世给孙武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孙武痛哭了很久后 第二天清晨 他开着车到我家附近 手无寸铁地走到围墙外 诡异的是 刮起了风吹的竹叶沙沙作响 留下一句 你跟我听着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转身回到车里开着车出了村 怒吼震耳欲聋 在竹林中进行成了回音 吓得两个小侄子 直往嫂子怀里躲 距离孙武离开 已经过了四五个小时 我们都明白他会回来报仇 只是没想过 在见面的场景却是这样 村里打破了原有的瓶颈 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 丧尸总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村 但从未想过会这样快 在刷题在刷剧的时候 在我们一如往常生活的时候 他们来了 猝不及防 我曾设想过 见到丧尸的场面应该是零星几只 窜到我们村 毕竟我们村地处偏僻 寥无人烟 可我忘了没有天灾 还会有人祸 孙武开着车回到村里 车后跟着几十个形态各异的丧尸 我们才知道原来他出去这么久 是为了找丧尸 他在我家外面的马路上停下车 带着丧尸跑到我家外 让丧尸围了我家 灵异 我看到他们了 这是一群不知道饿了多久的丧尸 看见孙武的他们兴奋极了 我站在窗边 亲眼看见孙武死在我的眼前 鲜红的血液喷洒出来 像水珠一样从竹叶上向下滴落 丧尸们大快躲移 发出兴奋满足的声音 现实中他们孙食人类的画面 远比视频中更加残忍 更加泄心 孙武没有丝毫反抗 任由丧尸孙食他的身体 场面就像是古代灵池处死的酷刑 而他明明那么痛苦 却始终没有吭一声 只是看着我一直笑 笑得我头皮发麻 我知道 他心里最后一刻一定是想着死 也要拉我们陪葬 跟他一起沦陷在末日里 也算是大仇的报了 可我与他除了是同村以外 没有任何瓜葛 是不是从一开始 我们就不该救他 这样就不会将家人都陷入危险当中 可扪心自问 再来一次 或许我们也会是同样的选择 他也不可能 因为我帮了他就放过我 反而只会因为我家的粮食更加疯狂 结局早已注定 丧尸已经在我家围墙外 徘徊一周了 我们连续吃了一周的 速冻食品和方便面 不敢炒菜 怕味道太大 也不敢洗澡 怕水声太大 只能把毛巾凝干水分擦拭身体 连窗帘也不敢拉过 这战战兢兢的日子 我的身子愈发重了 孩子在肚子里越来越火跃 丧尸们从一开始疯狂砸门 到后来 因为没有食物不挤 逐渐没了力气 摊坐在门外 有点葛优躺的样子 可是一直在门外 也不是个事 我和表哥合计 用无人机装上手机放音乐 试试看 能不能把丧尸给引走 门外的丧尸听到声音 以为又有猎物 开始兴奋起来 追逐这音源 损失了一台无人机和手机后 终于把大部分丧尸给引走了 只剩下了四只老丧尸 一动不动的摊在家门口 看这样子 估计是打算死在我家门口了 这一关总算是有惊无险的度过 这群凶神恶煞的丧尸 在门口的每一天 我们都活在丹惊受怕当中 虽然还剩下四只 但我们也能大大的松口气了 末日第四十天晚上八点半 我开始公缩 凌晨羊水破了 全家总动员帮我接生 动静大的隔音棉都隔不住 门外的老丧尸也被惊醒 但奈何这么久都没能让不起 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拍打着大门 清晨时分 随着一声婴儿酷提她出生了 是个女儿 皱巴巴的 还带着年夜 一点也不怪 婆婆替灵异捡的旗带 我曾和灵异约好 我生产时 她一定会守着我身边 给我们的孩子捡旗带 她失约了 我想她也很遗憾 我给她取名灵雨昕 取义与女沐显池 喜女发夕阳汁啊 灵异 是你心心念念的小情人 我会护着她好好长大 她会和我们一起等你回来 末日第五十一天春节到了 往年这个时候 每家每户都张灯结彩 一家人团圆在一起 看着春晚共度佳节 今年村里只剩下我们这一户人家 与世隔绝的 在末日里苟着 哦 还有那四只生命顽强的老丧尸 饿了十几天 还没死 只是大多时候都在休眠状态 长辈们坐了一大桌好菜过节 可惜我身在月子中 平时喜欢的麻辣口啥的 是一口也不能碰 啊 我也好想吃 吃就算了 他们还在客厅打起了麻将 喂喂喂 别忘记还有个啥也干不了的产妇呢 只能躲在房间里自我催眠 我不馋我不想打麻将 眼不见为净 林雨昕倒是好养活 像头小猪似的 每天吃了睡睡了吃 不爱哭不爱闹 也不认生 谁都能抱着玩会 模样也不像刚出生那样皱皱巴巴的 现在白白嫩嫩的 孩子像谁这种 battle怎么可以少了我家呢 公公婆婆说像林毅 我妈她们说像我 还是表哥打圆场 说眼睛像我 鼻子像林毅 我心里翻了大白眼 这刚出生十几天的小奶娃 怎么看得出像谁 我哥上辈子 一定是个泥瓦匠 大概因为是第一胎 我就像出了闲者之书 家伯学者之怒的蔡文基一样 奶量充足 每天还需要用吸奶器 把奶装在塑风袋里 冻在冰箱 奶粉前都省了 末日第68天 连续出了一个月的太阳后 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春雨 细细丽丽的雨声 混合着孩子们哀怨的读书声 屋外虽是竹林 倒也有种独坐窗前听风雨 与打芭蕉生生气的意景 灵溪一天一个样 谁逗她都笑了不停 粉雕玉琢很是可爱 已经成了家里的团丑 遗憾的是 对我这个亲妈倒是爱打不理 在末日中能过着这样的日子 实在是太幸运了 那四只老丧尸实在是顽强 到现在还活着 就是还在我家大门赖着不走 大有种死也不挪地的感觉 几场春雨过后 竹林里新增了许多小伙伴 春笋冒出绿油油的尖尖脑袋 有些还是顶着石头破土而出 令人敬佩生命的顽强 不过敬佩归敬佩 我还是得承认 我馋了 对于翻来覆去 就那几种菜的我们而言 春笋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 美味的真羞 这么顽强又充满希望的春笋 是红烧还是爆炒或者炖汤呢 哇哦 我的脑袋里都有画面了 哼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是高贵的成年人 当然是全要 很显然 馋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还在歪歪的时候 表哥公公和姨父 已经组成了三人小队 扛着锄头背着背篓 还一人手拿一把大西瓜刀 准备出门 姨妈在后门间给他们开门 等着 爸爸去给你们挖竹笋去 看爸爸大战丧尸八百回合 可是爸爸 那些丧尸都动不了了 还要八百回合吗 看着小侄子一脸认真的样子 我不禁笑出了猪叫 哈哈 这下好了吧 本来想树立一个英雄的父亲形象 直接垮掉 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 那可是丧尸 嫂子及时出来打一个圆场 事实证明 我们还是太轻敌了 原以为对付饿了一个多月 敲门都没力气的丧尸 是小菜一叠精准拿捏 没成想差点阴沟里翻船 表哥他们从后门出发 挖着屋后的竹笋 动静引来了老丧尸们的注意 他们缓缓起身 想要寻找猎物 但太久 没有能量摄入的他们 动作慢到跟树莱友的一拼 有两只饿到已经动弹不了 用手爬着门 借力都起不来 只能在原地继续躺着等死 另外两只则拖着残缺的身体 一步一停地往屋后前进着 将信息通知给表哥他们 没看见猎物慢吞吞的丧尸 看到表哥他们的时候 有一只居然爆发出了正常人的速度 朝着表哥就跑了过去 在竹林追着表哥跑 表哥带着丧尸 在竹林绕圈给姨父他们争取时间 我们在屋内担惊受怕 另一只丧尸还是慢吞吞的 本来想攻击公公 但是公公用西瓜刀捅进了他的胸膛 造成了他一瞬间的停顿 姨父趁此机会 直接一刀抱头完美解决 但追着表哥的那只 显然没那么好对付 甚至速度开始越来越快 跑回家姨父和公公背起背搂 就开始跑路 甩了竹子一脸一脸子 如果竹子会骂人的话 大抵会来剧 杀千刀的砍我儿子 还要甩我脸子 公公和姨父在最前面跑着 紧随着的是表哥和距离不远的丧尸 三人神色紧张 好不容易出现的猎物要跑掉 丧尸更加愤怒 跑的也越来越快 场面既惊险又滑稽 公公和姨父率先进门 表哥进门的时候 丧尸已经抓到他的衣角 只能卡着衣服关了门 剩下丧尸在门外疯狂的扯着 大有种要把表哥 不把表哥扯出去 不罢休的感觉 表哥用西瓜刀把衣服割断 总算是摆脱了 好在只是抓住了衣角 要是被抓伤了就完了 好在平安回到家了 嫂子抱着表哥 就开始大哭起来 表哥一直安抚着他 春笋在角落安静待着 无人问津 门外的丧尸生气急了 疯狂的砸门 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 吓得淋雨戏哭不停 一直都睡不安稳 我也因此挂着两个大大的熊猫眼 丧尸终于因为能量耗尽而消停 这也是第一只自然死亡的丧尸 大概是为了追逐猎物 爆发了身体里所有的能量储备 经此一事后 我们也再不敢出门 去挑战那两只动弹不了的老丧尸 正是因为轻敌 我们差点就失去了至亲 劫后余生自然要更加惜命才行 末日半年已经连续三个月 没有下过一场雨 天气愈发炎热 端午前室外已经46度 线下已经52度了 天台的蔬果全被搬回了楼道口 屋外的竹林不复往日的绿色 竹叶变得干瘪枯黄 高温并没有令我的太阳能电板 发出更多的电 反而造成了一次电路故障 好在之前保存了基础的维修视频 表哥鼓刀了几个小时后修复好了 短短半年时间 我们经历了丧尸围城 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雪灾 现在又经历高温干旱 灾难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在烈日的暴晒下 今天门外的两只老丧尸终于死了 这生命力比小强还要小强 他们死了对我们而言 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 河床的水位一降再降 家里的水井抽出来的水过滤后 仍旧有着细沙 囤着的桶装水承担了日常饮用部分 水井的水用来洗漱 太阳能发电有限 每天只有20来度 保持了冰箱用电后 最多三个房间可以开空调 最后小孩和妹妹他们跟我一个房间 表哥他们一个房间睡地铺 免得出现电压过高 每天姨妈都会煮一锅绿豆水 或者泡一壶下桑菊给大家结束 末日第八个月 干旱后的第五个月 附近的山头起了山火 烧了几天几夜 都等到大雨 却等到了地震 外面的竹子摇摇晃晃 屋内的灯光开始闪烁 桌上的水杯打翻在地 尽湿的书本 麻将摇得满地都是 作为一个经常经历地震的S省人来说 已经略有经验 大家都靠墙角安静躲着 倒是上在墙堡的灵溪 在我怀里挖大哭 我轻轻的拍打着灵溪的背 乖乖地震嘛 你以后还会经历的 就是这个安慰 引起了长辈们的不满 不约而同的给我白眼 唉 果然团重惹不得 大约过了一分钟 震赶终于结束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但又被屋内一片狼藉出卖 我们几乎肯定S省 肯定发生大地震了 因为地处S省中心地区的我们 震赶都这么强烈 上一次这么强烈的震赶 还是汶川 虽然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但还是祈祷幸存者能够平安 地震当晚下起了暴雨 我们祈祷了这么久的雨 终于下了 应该开心的日子 大家却都沉浸在地震的伤心中 老天爷 你到底在想干什么 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 就算是死神来了 都不敢这么拍 难道真的想蔑视吗 老子曾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明明是赞美 可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真的很让人绝望 末日第十一个月 又是一年元旦 病毒爆发至今快一年了 依旧没有灵异的任何信息 灵溪牙牙学语 已经会说称呼类的别词了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灵溪学的第一个词是爸爸 导致大家跟她说啥她都叫爸爸 惹得大家开心不已 臭灵异 等你回来你女儿就丢给你 这一年 大家的身体还算康健 偶尔感冒发烧 家里的药都解决了 倒是我备的婴儿奶粉 还没用上 家里的存粮 在消耗的七七八八 算了下 省着吃 最多还能坚持两个多月 用无人机查看了附近 都没有丧失存在 姨父他们 把离我家最近的田地 种上了红薯土豆芋头这类主食 又种了一些蔬菜 这几天 经常有直升机从上空经过 还有跟我们一样 活着的幸存者真好 末日第一年零二十三天 已经一年多没有灵异的消息了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再提起 现在没有它的消息 对我们而言 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今天是春节 这个冬天很少出太阳 太阳能板两三天 才能发食来度电 所幸是冬天 原本屯的肉类 也吃的没剩下多少一个冰箱就够用 三个大冰柜也宣布退役 余下的店日常照明 勉强倒也够了 而我们自己养的小鸡 成了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偶尔姨父他们 还能从池塘 调上一条鱼尝尝鲜 就是两天才能吃一顿米饭 其余时候的主食 都是面食或者红薯土豆 至于水果这类稀罕物 只能紧着孩子们吃 好怀念车梨子和草莓的味道 等一切好起来 我一定要吃到土 今年的新年 不像去年物资丰富 但姨妈他们 还是准备了一大株好菜 已经做好的 是一锅土豆烧牛肉 还有几天前一副掉的连鱼 一鱼三尺 剁椒鱼头 水煮鱼片 炸鱼排 色香味俱全 馋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趁他们还在厨房做菜 我偷嘴吃了一块牛肉 唉 真香 正想在吃一块的时候 看着拿着锅铲的老妈操着手 在我背后看着我 嗯 我说是牛肉先动手的 你信吗 看着妈妈玩味的表情 我一边溜一边喊林雨昕 你外婆找你 乖女儿 妈妈生你不容易 快来给妈妈做挡箭牌吧 上空又响起直升机的气流声 这次的时间略久了些 但我们已经习惯 也就毫无反应 各自忙着 我带着林雨昕和孩子们 在客厅给他们讲的童话故事 可惜饭菜太香 大家的心思都在干饭上 真是的讲什么故事 故事哪有干饭要紧 两个小侄子 眼珠子咕噜噜地转着 口水都顺着嘴角流出来了 林雨昕也没好到哪里去 实在是没眼看 我放下画本 转身走到窗边 看到有个人 好像正从竹林绕进来 大半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 我叫上表哥 他们准备好武器 毕竟也不追来者是敌是友 警惕些才是要紧事 好像是哥哥 凌晨第一个发现了林雨 婆婆听到凌晨的声音 抱着林雨昕就往窗边挤 我打开窗定睛一看 真的是林雨 她终于回来了 不像电视里的飞奔而去 我一时间经在原地猛住了 直到林雨在围墙外 对着我大喊瑶瑶 我回来了 我才缓过神来 不知不觉中泪水 已经打湿了我的外套 迷失了我的双眼 一年多了 我的她终于回来了 我转身向楼下跑去 臭小子 只看得见瑶瑶是不是 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婆婆与带哭腔 跟我一样哭成了泪人 林雨昕乖乖的帮奶奶擦着眼泪 只是眼里全是不理解 在我愣神的时候 表哥和弟弟已经下楼打开了大门 我跑下去 正好撞到他们兄弟三人 表哥和弟弟很是拾去 关了大门就上楼了 只剩下我和林雨在楼下相拥而泣 全然不知在楼上的家人们 疯狂围观着 我想我大抵是高兴傻了 主夜沙沙作响的声音 和饭菜香气 都无法影响到 我与林雨只手相看 内眼镜无与宁耶 仿佛此刻天地间 就只有我二人 再无其他 嗨嗨 你们两个够了没 还不上楼吃饭 直到我妈看不下去出了声 我们俩才如梦初醒 牵着手上楼 上楼后 长辈们围着林毅 对她嘘寒问暖 话者家常 一耳 这是你的女儿雨曦 快叫爸爸婆婆 抱着林毅给她介绍着 林毅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 又觉得亲切的男人 血缘带来了天生的亲切感 雨曦 我是爸爸 林毅语气颤抖着 朝着雨曦伸出双手 林毅习乖乖让她抱着 什么话也没说 却轻轻地擦着林毅眼角的泪痕 这一幕看得大家都哭了起来 乖乖 不哭不哭 林毅习乃声乃气地哄着我们 开饭吧 饭菜好像林毅笑着说 今年的年夜饭总算是团团圆圆 从林毅的口中得知 这次丧失病毒是漂亮国做生化实验引起的 国外损失比我们更加惨重 现在科研团队已经研究出对应的疫苗 病毒将不再具有传染性 可惜无论怎么实验也无法拯救感染者 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这三天国家会给幸存者接种疫苗 三天后国家将进行丧失清扫计划 等清扫结束 我们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病毒爆发后 政府在各大城市组织幸存者救援 现在国内有两个生存基地 分别在华北、西南 直升机经过我家 就是因为西南的生存基地离我们不过百来公里 想我泱泱大国十几亿人口 现在也只剩下了几千万人 疫苗真的有效吗 怎么做实验的呢 我好奇的看着林毅党员和军人 优先挑选志愿者进行活体实验 有些人没有熬过去牺牲了林毅眼里尽是哀伤 末日里 还是他们这群人在保护着我们 谢谢你们 一直保护着我们 大家也都自觉为牺牲的人而默哀 那之前你有从家里经过吗 我岔开话题 经过了两次林毅沉引道 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丧尸爆发前夕 第二次是直播救援那次 好你个林毅 古有大雨之水三个家门而不入 竟有你林毅两个家门而不归 你好无音讯一年多 难道就不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在担心吗 对不起 可我任务在身 林毅看着我生气的眼神 落寞且羞愧地低下了头 小声地回应着我 我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我怎么可以怪她呢 她是军人 她那么勇敢地保护着我们 我还责怪她不回家 唉 我真是太不该了 气氛被我搞得有点干大 林毅看着她难过的表情 主动地抱着她 爸爸林毅声息如文地叫着她 这是林毅第一次跟她说话 林毅一抬头 就看见孩子清澈温暖的眼神 是爸爸对不起你和妈妈 紧紧地把林毅抱在怀里 是我不好 我不该怪你 我也顺势抱着他们父女俩 夜里林毅抱着我 我抱着女儿一家三口相拥而眠 这是末日以来 第一次觉得这么安心 两天后 直升机接走了林毅 只是这次我们都不再担心她 因为我们都知道她要去拯救世界 末日第一年零一个月有五天 经过长达12天的清扫 还活着的丧尸都被焚烧殆尽 从今天起 丧尸再也不能对人类产生威胁 在国家的安排下 身着军装的他们分布在各个城市 带领着人民群众开展灾后重建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末日第一年零三个月 一线城市全面通水通电 信号基站也被修复成功 首批幸存者回归城市 开始正常生活 各国领导人开启全球直播会晤 揭露了漂亮国的阴谋 漂亮国公信力降落谷底 退出领导圈子 漂亮国的头号小弟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二国幸存者 仅剩下几千人 令人唏嘘 又有点大快人心 末日第一年零五个月 我们一家也回到了城市生活 只是过往好友 大多都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林于希对一切都好奇迹了 天天拉着外婆奶奶出门 末日第一年零七个月 国家对这次做出灾难中的 做出贡献的人进行表彰嘉奖 林一因带队有功 多次成功执行救援任务 被评为了一等功臣 我们家光荣地挂上了一等功臣之家的台匾 激动光荣之后更心疼他了 这是他九死一生换回的荣耀 我们也第一次知道 已经逝世的英雄们的名字 全国将半期欺骗 举国哀悼 末日第一年零五个月 又四天人们逐渐从灾难中走出来 各地欣欣向隆 林一也回来了 和姨妈一家约好 一起带着孩子在公园玩耍 公园里的花开得十分艳丽 还有蝴蝶翩翩起舞 林一希在林一怀里 手指着蝴蝶跟她爸爸分享着所见所闻 小侄子们和妹妹在追逐打闹 长辈们磕着瓜子聊着天 小情侣们在花田赏花拍照 还有在瓶子里下象棋 和在湖边垂掉的老人 大家脸色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林一 这就是我梦想中的生活 岁月静好安暖相伴